牛奶和黄油之间用什么? 牛奶炖好,黄油和鸡蛋,面粉后面是炖好,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句子,它用加牛奶,黄油和鸡蛋的面粉,炖好。 以及葡萄干和果斧,不是一个词语。 对,非常好。 国斧,等考制,等一等,等考制。 这里,请对一下,动好,动好。 在墨上,甜甜的鸡蛋,糖衣。 什么是糖衣? 这个是糖衣,上面的是甜甜的。 上面的这些。 嗯,是糖衣。 糖衣。 多好。 对,非常好。 都好 我觉得人们在做的时候 可能会用别的东西 这上面的这些各种颜色的 它们不是鼓力 我也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 可能在上面撒鼓力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做法 因为现在人们已经稍稍地做了一些改变 这是圆柱形的面包 上面是旁衣 然后再撒上一些彩色的东西 好 里后面是最好 最好 因为明天 明天 有这样的传说 传说 如果 对 传说后面是什么 传说 传说 都好 对 都好 如果女主人烤制的面包 烤制的面包 烤制的面包 不需要 对 不需要 不需要 烤制的面包 非美 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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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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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干肝 好 我们用 如果 那么 中间是什么 都好 如果女主人烤制的面包 为美 可口 都好 都好 最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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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真的吗 如果 女主人 女主人 如果 妻子 或者 妈妈 做的这个蛋糕 很好吃 说明这个家庭 也会过得很 幸福 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刚才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是 不过 这样的传统节日 不过 我们还有一段话 李老师 我们还有一段话 李老师 复活节前夜 逗号 可以 可以 在俄罗斯 所有的教堂里 都显得很拥挤 句号 这个句子完了 句号 晨导 从 二十三点三十分 开始 逗号 到 凌晨 四点 结束 在这里 句号 这个句子也完了 句 句号 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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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第二个开始 晨导 从 二十三点三十分 开始 嗯 逗号 我觉得这里可以加一个 逗号 到凌晨四点结束 句号 神父们 高声 涌唱 冒号 冒号 放在 这一行的最后 是吗 冒号 然后 下一行 耶稣复活了 耶稣前面有一个引号 耶稣复活了 感叹号 感叹号 双引号 人们高声回复 冒号 双引号 双引号 教堂内所有的大钟都会敲响 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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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 祈祷 结束之后 都好 人们 都回到自己的家 都好 俱行 这时 这时 这时餐桌上已经摆好的各类俄罗斯美食 句号 复活节的进餐也有一定的讲究 嗯 这里我不知道是 豆号还是句号 句号 句号 严格的说 豆号 面包与彩蛋必须到教堂去受洗 句号 嗯 很好 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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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四个人 你们四个人 拿到的这些内容都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来完成最后一个任务是什么 谁的是第一个 谁的是第二个 谁的是第三个 第一个是 谁 不不不 按内容来拍 啊 内容 如果是分数的话 肯定是余老师的分数最高 我们看内容 内容 他先讲了什么 然后讲了什么 再讲了什么 最后讲了什么 因为这是一篇完整的文章 我的是一个 对高兰的是第一个 对于俄罗斯人来说 对高兰 对于俄罗斯人来说 怎么怎么样 这段话介绍了 介绍了什么 复活节的日期 什么时候 俄罗斯人庆祝复复活节 这是文章开头的部分 然后呢 然后是 第二个是 然后是 谁的 你觉得是 Lalisa Lalisa的 内容介绍的是 复活节的 呃 呃 象征之一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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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介绍了复活节的象征之一 也就是介绍了复活节的彩蛋 嗯 介绍了复活节的彩蛋 第二个 对的 第二段 第二段内容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 Lalisa的还是李老师的 Lalisa的 Lalisa的 我这里是复活节前夜 我 我 我介绍一下在复活节的第一天 哦 第一天 我 我是复活节前夜 复活节的前一个夜晚 那应该是星期六的夜晚 对吗 然后是复活节第一天 复活节第二天 嗯 复活节第一天 是不是星期日 嗯 星期日 所以 所以是高兰 Lalisa 然后是李老师 嗯 嗯 然后是Lalisa的 Lalisa的这些介绍了 嗯 最后 复活节的第一天 有什么传统习惯 第二天 有哪些传统习惯 嗯 好 嗯 因为刚才我们做练习的时候 大家拿到的都是一段话 一段话 嗯 现在我把 给了你一篇完整的了 是吗 嗯 嗯 嗯 你们可以把刚才给的 这一篇完整的文章带回去 如果有时间的话 有时间的话 你们可以把别的也做一做 嗯 自己来试一试 嗯 谢谢老师 嗯 不客气 不客气 很高兴你们能来 嗯 那么到现在 关于标点符号的 这些内容 我们就进行到这里 嗯 下节课 下节课的话 我们会安排一些新的内容 嗯 嗯 具体安排哪些内容 可以关注一下 同学学院的网站 到时候我会 嗯 把通知给纳斯嘉 纳斯嘉 会在网站上告诉大家 嗯 嗯 我们下一次写作课 会学习一些 考虑一些 什么内容 嗯 你可以 你可以问一问 就是大家 比如4月28号 会不会就是 就是来的人比较好 因为要放假 4月28 如果是再下一条 是4月28 是吧 就是五一的假期嘛 29号 30号 1号是假期 嗯 哦 29 对 29号 周六 嗯 这是假期的话 就是28号是正常的 就是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别的安排 会 会不来 高兰来 高兰来 高兰来是吗 嗯 我误言不能来 你会学假 回家 嗯 学校放假回家 不是学校 我自己 学 嗯 你会回家 休假 休假回家 休息休假 休息休假回家 我不是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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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Lisa应该来 星期五 有课 星期五晚上有课 星期五晚上有课 嗯 那就没问题了 嗯 聊闪 可以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吗 联系方式 嗯 嗯 不是 啊 方式 联系方式